当你在海上邮轮冲厕所时,你知道那些水最终去了哪里吗?会像以前的火车一样直接就地排下铁路,还是像飞机一样打包带降落地面后再处理呢?也许你想象中的都不一样,我们就按能容纳2000人的中型邮轮举例,平均每人每天产生的生活污水大概在160升左右,一艘2000人的船一天就能产生32吨的生活污水。 像飞机一样先存起来,带靠岸再处理肯定不行,因为远轮出海少则各把星期,多则十几天甚至一个月,没有那么大的空间,更无法长期存放污水。好像排放回大海才是唯一的方法。 但如果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会对海洋生态造成污染,因为人类是陆地杂食生物,粪便中含有对海洋不友好的细菌甚至病毒,对海洋生态来说就属于外来入侵物种,所以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。 首先会把这种水收集到轮船底部专用的污水舱中,当然污水它也像生活垃圾一样是分类的,来自沐浴、洗衣、洗菜的生活用水称为灰水,这种灰水处理起来相对简单,而厕所排出来的水称为黑水。 这种水需要重点处理,因为固体排泄物中含有对海洋生态不友好的细菌或是病毒,在大型远洋的轮船底部都会有一套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,下面我们看一下处理污水都需要哪些步骤。 首先是把大物件粉碎然后过滤掉,进入下一步骤来到爆气池,内部充满耗氧细菌,通过底部向污水注入氧气的方式,让耗氧细菌通过吸附,吸收降解有机物质。 能将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逐步降解并转化为无害的物质,经过耗氧池处理过的无害的污水进入下一阶段沉淀分离,使活性淤泥沉淀到底部,沉淀的淤泥会再次被送回耗氧池进行二次分解,而分离出来的清水会从顶部流出进入下一阶段灭菌处理。 利用紫外线等高科技方式灭菌,最后会把它收集到一个专用的蓄水舱,其实这种经过处理的污水,在检测数据上已经比大多数河流的水还要干净了,但由于心里那道砍过不去,所以这种水不会被直接使用。 对于黑水的排放海洋公约有一套严格的规则,船舶在离岸三海里外才允许经排放处理过的生活污水。 在排放污水时船舶的航行速度不能小于四节,以避免污水都集中在一片区域,排放出的污水不能有漂浮物也不能使水变色,总之要在允许的排污地点,以适当的速度排放。